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自动打针 方便快捷 对 它会进行消毒 然后再注射 以噴射沉默计 沉默计之后 你的接种就自动完成了 平山的设计有一个叫15分钟医疗设计 即是说市民无论住在哪里 15分钟的路程就有一些诊所和医院 对于生活的社区来说很重要 没错 开心点 稍后有一支针打出来 大家不用担心 这只不过是一个演示 不会真的有针打出来 考察团接着来到深圳智能网联交通测试示示范区 亲身体验自动驾驶 现在一身就处于深圳的一个无人驾驶的汽车里面 虽然是有司机 但是没有突发事情 司机都不会介入 持续已经是去到四十多公里 在一些红灯和一些行人的过路线 他们都会去慢速甚至是停下 他们都在政府的法规上做了一些特别的安排 令到这些无人驾驶的最新的联网汽车 可以在路面上实践收集数据 这样对于将一个实验性质的汽车 可以尽快投入商用市场 在路面上的实践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香港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位置 可以做到这方面的实践研究 香港在2030加后面的策略上面 都是说到要在未来淘汰石化能源车 所以如何引进多一点的电动车 香港可以普及化 这是其中一个我们要发展的重点 今天我们的行程是很紧臭 但是都看到了我们想看到的东西 我们在建设北部都会区的时候 就不要跟着现在的标准去做 做完之后将来再去配合改造 其实是重复了建设 如果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居住 没有产业 其实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我觉得这些经验对于我们香港 尤其是开发新界 做这个北部都会区 都是非常之有用和有价值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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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